第十六条的修正案 不过在开始之前 亲民党必须对公共电视法的修正 表达强烈的遗憾 为什么遗憾 就像亲民党昨天 党团昨天开个记者会有关反媒体垄断法 反媒体垄断法 我们讲实话 是蓝绿各自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在服务 同样的道理 今天公共电视法 也在同样的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在服务 我们讲白了 今天的修法内容 不是因人设施吗 什么叫因人设施 反对的一方 希望赶紧把这个公共电视的 组组组组织会成员 能够通过 通过以后 就有特定的人可以当董事长 另外一方说不行 我们要把它怎么样怎么样处理 所以呢 将来董事长是由我来管理 这就是事实 这就是英文的一个字 shame 我们只为自己的政治利益 难道真正是为公共电视的利益吗 所以亲民党团 本于这个精神 在第16条 是怎么说的 我们的第16条说 他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意义就是这样子 新任董事 你在每一届认满前的三个月 就要给我选出来 我不管你们政治利益的考量 到底要多少人 到底谁要当董事长 但是人民的利益 是不容许被政治操作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是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 我们要把这个社会的蓝绿的斗争的本质揭开来 所以我们希望站在人民的立场 我们是要让公共电视能够运作 而不是把公共电视变成政治利益的彼此之间的争夺场所 满口的大话 人民看烦了 最后一点 公共电视的预算够不够 公共电视怎么样来评估 在美国 整个公共电视 每一位人民所负担的成本 是40块台币 在台湾等同是10亿 所以公共电视不是大的问题 是做的好不好的问题 如果公共电视做的好的话 这10亿的台币 可以创造出30亿的支持 所谓30亿的支持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社会 来自于各种基金会 来自于各个工商团体 如果做的不好 给100亿都没有用 因为它变成政治利益的 一个政治利益斗争下的牺牲品 以上 接下来请许忠先生